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小鱼儿AI技术学堂 那如果说你想开启一个YouTube频道的话 不知道做什么内容呢 这里小鱼儿强烈建议大家可以做一个动漫故事 或者说一些小说推文 动漫故事推文 或者一些什么悬疑小说 那因为这类视频的制作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那这里小鱼儿点开一个视频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制作方法 有什么功能 系统没有回答 而是直接将系统拥有什么功能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画面 非常的简单 一些图片 加一个解说源 让这个图片轻微的动一下就OK了 这个对于我们新手朋友们来说 它没有什么难度 那同样这个频道也是用了这个方法 它的视频全部由一个图片加一个解说源 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订阅数 已经有50多万 那它的热门视频也是上百万 那这里新手伙伴们可能最关心的是一个收益 这里也可以带大家看一下 那比如说这个频道 那可以看到它收收部内显示 它每月有7000美金 如果我们要作为一个副业来做的话 那不说7000美金 那我们每个月有1000美金就OK了 如果说你想赚的更多的话 那你可以选择再努力一点 那今天小鱼儿就带大家来制作一个 这样的一个动漫故事频道 故事制作非常的简单 第一步就是用我们的GPT帮我们生成一个文案脚本 第二步就是用密接人力来帮我们绘图 那第三步就直接用我们的Fleek AI 直接帮我们做成视频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开始 那这我就非常的直接给它说 让它帮我写一个吸引人眼球的一个悬疑漫画小故事 八百字以内 那它帮我写了一个 我觉得这个还稍微有点复杂 我需要让它写的更简单一点的 异于我们生成图片 我们新手朋友你开始做的话 不要想着我要做多么复杂的内容 我们可以从简单的内容开始 那这个故事呢 显然它就简单了很多 那接下来呢 就问它故事有几个角色 这个故事里面其实真正出现的只有一个角色 一个女主角 那另外一个呢 它是没有出现的 只是一个想象中的 我让它描述一下 它们的一个外貌形象 因为我需要把这个主角给它画出来 那这GPG还其实非常的积极啊 因为我用的是一个GPG4的模型 那它直接就帮我画出来了 可以看到这里 它直接帮我画了一个男生和女生 我个人觉得其实画得还非常的不错啊 那这就有两组角色的一个形象描述啊 你直接复制粘贴去绘图就可以了 那再往下来需要一个分镜描述了啊 根据以下故事内容帮我写分镜描述 可以分十个镜头 每个镜头简单描述 同一场景呢 不要出现两个人物 场景描述要求什么背景 什么人物 人物出现的位置 人物的动作表情 什么视角 没有人物出现呢 就描述背景 OK GPG非常的快速啊 直接就帮我把这些分镜描述 都给我说出来了 这里1234567 到9的时候它又停了 停 这种情况其实非常正常啊 它可能卡在这儿了 我们只需要打一个继续就可以了 但镜头9镜头10啊 接着把我们描述完了 这里你可以直接让GPG再帮你翻译成一个英文 那我用的是一个谷歌翻译 那这我发现呢 它少了一个风格 我们最好是把我们每一个分镜描述里面都加一个风格 这里我用的是一个现代日式动漫插画风格 我让它加进来之后呢 每一个都能看到它在最后都会加一个风格 那这里场景描述啊 这个是一个什么场景 图书馆书籍 那么人物呢 就是这个艾米丽位置啊 她是站在书架旁 手上还拿着书 是一个正面视角啊 就主要是看她 她和她手上的书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非常详细的一个场景描述了 我们直接翻译呢 就可以直接绘图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到我们的第二步了 在绘图呢 我用的是密尖利啊 因为我用顺了 用熟了这个密尖利啊 我觉得它做图的效果也非常的好 如果说你们有用其他的绘图工具的话 那你也可以啊 用其他的也是一样的 我们首先 首先要把两个角色给它画出来 这里我就觉得这个女孩不错啊 第三章 我就拿她来做了一个女主角 那这个描述词当然是刚才GPT生成的 一个角色描述 那这是一个男主角 但是这个男主角只是想象中啊 它其实根本没有出现 那后来呢 我又尝试了一下版本 大家都知道 BG里的话 它有一个动漫风格 有一个V6版本呢 还有一个V5的 一个DG5的 那很明显 我觉得这个V6的效果 要比这个V5的效果要好 当然这个也看个人喜欢啊 你们自己选择 这我就选择这个女主角 那接下来呢 绘图就非常的简单了 把我们所有的一个场景词呢 全部给它一一的粘贴到里面来 来进行一个绘图 接下来呢 会使用到一个以图生图的一个方法 如果说你们对以图生图还不熟悉的话 这里我会在描述栏和右上角 放一个以图生图的链接 那新手伙伴呢 可以先去学习一下 那其实也不难非常的简 只是每次需要用一下图片的链接 把它粘贴到这个描述词里面 这里呢 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个 比如说这里先点一个Image 这里点一个斜杠 选择一个Image 在这个蓝色框里面呢 先把我们的提示词先粘贴过来 比如说我们的场景词 然后这儿是用的一个谷歌翻译 其实GPT可以直接翻译的 直接再翻译好了 之后我们粘贴过来 把它粘贴到这个里面 那这里空格一下 把这个图片链接 这里选择一个复制链接 在把它链接 链接进来之后呢 这里再空格一下 那输入一个版本 再输入一个两个横线 加一个AR 空格一下 输入一个比例 我们用16比9 那如果说你做的是抖音 什么的这些呢 你可以选择一个9比16 那我们再空格一下 两个横线 输入个D1 N1 输入个N1 G1 再空格一下 我们输入V6版本 那我们就用这个6 直接双击Enter减 发送 之所以这里小鱼先 把图片全部汇出来了 因为这里可以大家看到 它需要等待 需要排队 所以我这上面 其实所有的图片 已经制作好了 这个漫画人物 非常的漂亮 那这里呢 就按照小鱼刚才给大家说的 这个方式呢 把所有的分镜描述来 一一位给米筋里 等它出图 进行一个保存就可以了 那如果还有新手朋友们 当接触一个米筋里 如果说你对这个 使用还不太熟悉 我也会在描述栏放一个 基础入门的一个链接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米筋里每次生成图片呢 它会出四张图 可以看到 它每次出四张不同的图 比如说你要放大哪一张 你要保存哪一张 你就点下面对应的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比如说我要把第二这个放大 我就点这个U2 那这里第二个图呢 就放大了 右键点击一下 我们再单击一下 左键 这里就有一个保存图片 这里进行保存就可以了 那这看一下 我所有的图片 就已经全部做好了 这个呢 几乎就是米筋里 一次性做出来的效果 OK 接下来呢 就要用到我们的第三款工具了 就是一个free key 这个free key呢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因为它也是非常适合新手 所以这里我推荐它 我们直接把故事脚本 担贴到里面去 就可以做成图片 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免费开始 这我们点一个新建文件夹 新手朋友们 如果对英语不太好的话 你可以在你的电脑上 安装一个中英文翻译 每次可以翻译这个页面 简单的给它取个名字 如果说你想做一个英文的视频的话 你选择英文 你要做中文你就选择中文 在我选择一个中文 这里可以选择一个普通话简体 这里尺寸我选一个16比9 这里选一个脚本 点击下一步 因为我们选的是一个脚本 这里直接粘贴我们的脚本 回到gbt 找到我们刚才的这个故事 打开free key 把它连贴到这个里面 这些地方我们几乎都不用动 我们直接点下一步 那我们这里点下一步之后呢 可以看到它正在帮我们创建 非常的快速啊 接下来呢 你可以先看一下这个视频啊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那可以看到它用的是一个 现代人的一个视频啊 但是我们做的是一个漫画视频啊 所以我们这里来写一下图片 第一万图片之前呢 我建议大家到这里来把这个场景呢 也可以给它增加多一点啊 这样呢 可以让我们的场景更丰富一点 我们这里可以选择一个添加新场景 点一个空白场景啊 这里就有一个了 点一下上面这个 你可以把这里给它剪切掉 把它添加到这里来 那这些太长的呢 你都可以给它进行一个剪切 刚好这添加了十个场景 我们就开始来替换里面的素材 这我们点这个图片 然后选择我们自己做的 选择文件上传 然后它已经添加进来 我们点一下 那就这样就已经替换了一个了 我们再点第二个 继续选择文件 再点一下 按照这种方法去替换就可以了 选择这个图片 场景替换完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可以在这里选择一个语音 播报源 我们点这个按钮 这里面有很多语音可以跟我们选择 上面你可以先筛选 你要用哪个语言 要用什么方言 要用中文 这里要用个简体普通话 这儿要一个男性还是女性 就可以在这里面选择 那么这里选好之后呢 点这个适用于所有的场景 你还可以选择一个音乐 这音乐你可以自己生成 它这个里面 Flicky呢 它也是有带一些音乐的 我们这儿也可以选自己生成的一个音乐 那么上传之后也点这个按钮 直接就OK了 那在这边呢 你还可以对文字进行一些编辑 我们就看一下效果 在一个安静的小镇上 有一个古老的图书馆 里面充满了尘封的书籍和神秘的氛围 一位年轻的图书馆理员 艾米丽 某天晚上独自工作时 发现了一本她从未见过的书 书名是《消失的日记》 艾米丽好奇地翻开书 发现里面记录着一个未解之谜 艾米丽被这个谜团深深吸引 决定继续探索这个故事 日记的主人是一位名叫亚瑟的探险家 他在日记中描述了一次寻找失落之城的探险过程 但日记突然在最激动人心的部分中断了 他开始调查亚瑟的背景和他的探险 同时也查找图书馆的档案 希望找到日记中未完成部分的线索 在一个尘封的旧书架后 他意外发现了一张藏匿的地图 地图上标记了亚瑟失落之城的可能位置 决心解开谜团的艾米丽 带着地图离开了图书馆 踏上了一段寻找真相的旅程 他的旅途充满了未知和挑战 但他的勇气和好奇心推动他不断前进 故事以艾米丽站在一座隐藏在古老丛林中的神秘废墟前的画面结束 夕阳的余晖洒在废墟的石壁上 他手中的地图终于指引他找到了失落之城的入口 这一发现不仅解开了亚瑟日记中的谜团 也标志着艾米丽自己探险生涯的开始 那这样一个简单的漫画故事就已经制作好了 当然这里的你的内容可以更丰富 你写的漫画小说你可以更吸引人的一些故事 比如只是教大家一个制作方法 那这里满意之后 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个download的按钮下载就可以了 这里你可以选择一个下载的一个格式 如果说你是长期制作一个视频的话 那你可以考虑一个升级计划 这里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么制作一个视频是不是不难 只需要三个过程 一个是GPT帮我们写个文案脚本 如果说你用的是一个GPT4的话 可能连图它都直接给你画了 再用一个Mijini来帮我们会一会图 帮我们制作一些图片 那最后加一个free key来 直接一键就帮我们做成视频了 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尝试一下 所有的使用的工具链接呢 我都放在描述栏了 大家可以去自行尝试 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把它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